那我們問一下實事題 就是說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招委 就準備要來選這個招委了 但是現在傳出國民黨打算要領強民眾黨一席 那就是說當時問現場有沒有人反對 結果沒有人舉手 但沒有人舉手不代表他不反對 他其實不願意表態啊 今天如果真的要問的話要說贊成的舉手 而不是說反對的舉手吧 我是覺得說招委其實意義不大啦 最主要是討論的議題是比較重要 但是我們感覺上面 對國民黨的一些知識黨員來講的話 因為他們有些基層的黨員並不太了解這些讓 我們那時候韓國瑜就講吧 公糧溫檢但是不再讓了 那民眾黨從一開始的藍白河這種私信 到後續來講的話這個院長的選舉 我感覺上面他對國民黨的這種方面來講 誠意而且誠信度來講非常的不夠 那你在這方面又讓一席的立委 會讓很多國民黨基層黨員 感覺上面國民黨一再的退讓 其實這個對基層黨員的感受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後續的議案 那既然說是黨團裡面願意說 讓一席的造位給民眾黨 也主動再一次釋出善意 那希望雙方來講在未來的議案合作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結果 那我覺得重點是議案啦 雙方是不是能夠在議案方面能夠 提出更好的合作能夠共同來揭發這些弊案 我覺得是後續我們觀察也是做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如果說這方面不能達到合作來講的話 讓國民黨的基層黨員再一次的失望 我想對國民黨這些這次的這種 不管傅崑錡或其他立法委員來講的話 可能會影響基層黨員對他們的一個支持的信心 我想針對趙偉的選舉 過去的兩三個禮拜 我相信在場的媒體朋友 大家其實也蠻清楚的 我們一直被這個問題追問 一直外界給我們的訊息 其實也不斷的在變化當中 但是我們的立場從頭到尾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也就是改革比位置重要 改革比位置重要 我們真的希望的是民進黨跳票了這麼多年的法案 從國會改革到司法改革 民進黨不做在野黨來做 民進黨不做在野黨來做 所以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都是改革的法案 能夠大家共同攜手合作努力 趕快讓他完成三度 人民真的等太久 台灣社會也真的等太久 所以包括了那一天三長的參緒的時候 不管是主席或者是副崑錡委員 我們對外在宣示的時候 那一天的重點就是共同推動改革法案 那至於超委選舉的部分 我們真的充分的尊重中國國民黨黨團 他們黨內民主的程序 他們黨內民主的程序 針對趙偉這件事情 我們從頭到今天其實都不強求 從來就沒有去求過 或者是說希望拿什麼換什麼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立場非常的一致 那尊重中國國民黨黨團的黨內程序 那也感謝副崑錡總召他們所示出來的善意 那至於說接下來這個禮拜所要進行的 召委選舉我們還是要尊重 中國國民黨他們在各個委員會 是不是有推出人選推出怎麼樣的人選 那我們黨團的成員會再進一步的討論 另外想問一下珊珊姐 就是因為之前有說國民黨團的窗口是洪孟凱委員 那從昨天到今天有在跟他做一些聯繫 另外今天這個朝上國民黨的立委賴士博就有講說 他收到一封LINE是說好像有規劃會讓出財政委員會 那珊珊姐對這個消息 昨天到今天我都在騎腳踏車跟全身痠痛中 所以沒有接到任何侯孟凱委員的聯絡方式 那看到都是媒體的報導 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有什麼事我想說可以直接聯絡 那這些傳話或放話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必要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一樣跟總召說的 我們都保持最大的善意 重點是改革這些法案 不管誰當招委 我相信國民黨在野黨都會努力的讓他儘快的落實 這比任何位置都重要 不好意思可以幫我Pass一下麥克風 想問一下就是因為這個消息 就是國民黨決定禮漾之後 這個消息好像讓基層蠻不滿的 他們就認為說就是國民黨過去不管彈藍白河 都是他們吃虧 然後也覺得說他們有點被民眾黨耍著玩 那怎麼看他們對你們這方面的質疑 我相信啦 中國國民黨黨團 不管是內部還是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者 大家可能對這件事情都有多元的觀點 但台灣民眾黨的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改革比位置重要 我們真的在乎的是這些改革的法案 可以趕快推動過關 我相信這也是台灣 絕大多數的民意 大家所共同攜帶共同支持的 至於說 招委選舉這件事情 我們的態度非常的清楚 我們秉持最大的善意 從來就沒有強求這件事情 台上風趣致詞 勉勉欣克立委要向神仙老虎狗立法院大家長 傳國瑜在國民黨三天兩夜共識營的最後一晚 終於獻神 我們召集人副分紀委 你告訴我 想要在花蓮辦這樣的共識營 我說好啊 今天是從雲林做到高雄 坐飛機到花蓮 晚上還有事情在港幣 特別從高雄搭班機到花蓮 再直奔到活動飯店 韓國瑜前後只待了15分鐘 院長姿態要帶領掃機飛 韓國瑜也隱喻這兩種人 要特別努力 不管你是怎麼來的 爬進來的 飛進來的 跳進來的 你只要是立法委員 你們對你最有期待 不過傳出原本韓辦最初不知情 要參加是看到媒體報導後 才赫然驚覺被出席 韓國瑜也博斥謠言 表示早就約定好 天前大概就接受到邀請 來應這回到花蓮 凝聚共識為接下來的 立院工房培養默契 要更加賣力 為人民發聲大聲疾呼 記者饒永中 陳馨宜 花蓮採訪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異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黑鍵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前面的 暫時 絲件 最近 在旁邊的 位置 為健康做的 有所擁有的 天 中國 有同同